音贞 你说这个便利商店 真的是太太太方便了 真的 我就好喜欢 在健身完之后 就去买一个无糖豆浆 再加一片鸡胸肉 然后在等他帮我热鸡胸肉的时候 我又可以顺便退一下车票 缴一下停车费 对不对 然后缴一下停车费的阶段 我还可以在那边走到柜台 跟他讲说我的身份证末世 他又要帮我取我的包裹 你看一趟到便利商店 什么都解决了 你看那个店员 别的都不用忙了 就忙你就好了 但是我跟你讲 有一次我就去排队 对不对 忙中有错 哪边有错呢 就是说有一个小姐在我前面 她说她拿包裹 她也抱了手机的墨山 那店员回头去找 找了半天找不到 只好问她说 小姐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你的包裹 是大件还是小件 没想到那位小姐 不急不许地说 不好意思 我是小件货 OK 那你应该就是大件的吧 小件的 所以啦 便利商店太方便 让你想天天报到 还是状况百出 又掏过你的荷包呢 有老件的吗 有老辣肉 没有老件 老件不好听 欢迎收看 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最爱往超商跑的 超商死忠本 好 是的 欢迎什么事都难不倒 他们的超商小帮手们 对 这个便利商店 就是说为了要便利 跟节省时间 就是不用跑银行缴费 不用领钱 然后也不用再去邮局寄货 不用赶时间 买早餐也不用到早餐店 对不对 买高铁票也不用到高铁那边去 那你就问问大家啦 就是说便利商店功能多多 却害了我们不自觉的 荷包也空空了嘛 对 请举牌 很多喔 真的很多 好的 三位多 三位都不会 他们可能自己在便利商店工作 就会知道说什么样的 对啊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啦 那是霸王餐 不好意思 而且你刚才讲那么多功能的时候 我们这边便利商店的辛苦店员们 都在瞪着你们 怎么会 因为这么功能越多 他也不是拿一份钱 你就最好都不会去便利商店 我跟你讲 你就最好都不会去 我会 对啊 我觉得便利商店就差说 小梁哥也有一项他很想要 就是搭便车这一项 对 真的 你到底这个坏习惯要到什么时候 不是坏习惯 现场就已经有两个受害者了 真的 外面有大概12个 你到底要怎么样 那个FD送哥的车我也坐过啊 他带我去坐高铁啊 入秤的 秤车王 海内外我都很多那个搭便车的 噓 所以你一天 到底会花 平均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你会花多少时间在便利商店 常常去 因为现在小朋友上 你们都在那里躲老婆吗 不是 现在就是因为小朋友上网课 教材你还要跑去影印 他们要去买车票 有没有 那我也都是我去买啊 看那些什么 什么超能力霸王的啦 看什么悠悠的啦 那你也是去买票都可以买啊 他既然讲到那个拿票 为什么高铁票一定要在这个五分钟 十分钟之内要把它截掉 我有一次就是印完 因为我那次帮很多人拿票 那个五六个人 但因为有来回票 所以你就要分开按 是 然后我拿完之后就去排队 排队到我的时候 他说不好意思时间过了 所以我又要再重新按次 那我就想说这到底什么机制 好夸张啊 然后对他们店员也每次也说 这要一张一张截了 不好意思 他有真的态度 有 其实有时候是有 有吗 有这个态度吗 有吗 有吗 没有 你们有遇过那种 同时又要拿货 又要叫你挤冰淇淋 又要叫你煮咖啡 有 没错 顺便还要再截会票 茶叶蛋 他们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这只能一张一张截了 这盲剑课 你帮我确定一下 这是盲剑课 我知道等一下 小姐这是几 就是一直在翻白眼 这是盲剑课 真的很累 是不是真的很累 是真的 这个时候就完全出来了 而且现在还站出来 还嫌他们不够忙 现在还有一些便利商店 是有现拉啤酒的 有 有 有 拉完出来还说全都是泡沫 你会不会倒酒 对 而且现在超商很多的都有座位区 对 对 其实很多人你走进来你就知道 他根本不想要消费 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吹一下冷气 然后上个厕所 像Vicky这样 不是 不是 有时候 还有那种死尿多的 硬要去尿的 有没有 对 不是 疫情前真的 就是有时候 也进去不给人家买个东西 有 我会买个啤酒 插个吸管 就是疫情前真的会 下了班之后 想要夺老公夺 夺小孩的时候 就会跟工作人员 下了班之后 去便利商店 插个吸管 喝个小啤酒 聊个天这样 像我家那边是学区 他那个座位区是由小朋友 下课会在那边写作业 写到爸爸妈妈来接他 对 又安全 或是家教 那个拉保险的 都去那边利用 便利商店也变成是 变相的安清班 跟图书馆 对 我后来发现说 只有台湾会这样子 前几年去日本的时候 完全是 他是没有座位区的 然后我们就买了东西 之后很饿嘛 就坐在门口那边吃东西 然后还有我朋友 他是日本 就是移民到日本 然后他的小孩 在那边受教育的 他的小孩才 国小一年级 他就大哭了 就看我们在门口吃东西 是不是看到坏阿姨 不是 他就大哭了 我们就心想说 为什么我们吃东西 他要大哭 他就说 他就觉得我们好丢脸 因为在日本没有人这样子 在门口 便利商店的门口 吃东西 不可以 是不礼貌的 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很丢脸 然后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我再带我女儿单独 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发现日本其实现在 前两年 就两年前 疫情前 已经开始有座位区了 而且他座位区 规划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去日本贯超商 我觉得好疗愈 因为他每样东西 都摆得整整齐齐 整整齐齐 那强迫症非常适合去 对 然后他那个啤酒 霸霸款 大概有一两百周 我就觉得好疗愈 虽然我们觉得很方便 但是对店员来说 也许很困扰 对 那陆安妮 是用真面目来讲这些事吗 对 我今天要讲的绝对是 不是说你这样讲 然后你叫什么 郑若安 然后你改成胡适安 然后你怎么讲 喂 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是 任县职吗 对 都还是 那就这样讲 来不及了 马上来不及了 因为我遇过真的很夸张的 那个 因为像我们那边 是办公型的大楼 所以其实客人来这边的话 有些人是会想要来面试 或是坐坐他的办公 可能不想要在办公室 然后觉得有点闷 然后来这边 可以有享受风景之类的 但是我曾经有看过那个客人 最好的风景 就是店员了 你在两百周四 小梁哥 你们是在很高的那个吗 对 我们是在101里面的 所以我们的座位区 是对外是有风景的 101里面那一间好像没有对外人 所以你们那一栋办公 对 我们其实是办公族的人 他们才可以上来 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对 离我家最近就是那间 你家对面 对 所以我有一次 就包裹我电到电 我就到那一家去 结果没办法领 然后他就把我包裹退回来 我等于又要再重新订 我总没有看到 我就拿来这里给你 他讲是这样讲 就是若安退的 不是 他看到胡云正退 不是 不是我 然后因为有些客人 他们是来面试 可能谈工作 那我都觉得还蛮正常的 但是我有遇过客人 他直接把他的东西摆出来 有珠宝 还有饰品 还有他的收藏品 全部摊在我们桌子上面 他是要上大冒险家是不是 他开始摆摊了 然后我也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那这个还不是最夸张 我们最夸张的客人 他是直接带了光料机 来帮客人 他的客人做你家 对 就是借用你们的地方就对 不用付租金 那个做光料的粉层 是直接飞到人家咖喱饭里面了 那个 我们这样很不礼貌 飞来飞去 那飞进去这样好吃吗 很像起司 谁吃过 起司粉 就觉得很恐怖 所以我们还是会过去劝他一下 所以你目前看过在座位去做最久 是有几个小时 可能我没注意的话 有五个小时左右 因为他就在那边很认真的办公 而且他是坐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 那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开放内用的 然后那阵子 我们有一些客人 他们是国外的 他们看不懂中文 可能英文也不太懂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有稍微跟他讲一下 这边不能内用 然后他们就气爆了 他就讲说 这什么文化 我就是要在这边吃 但是我们椅子已经收起来了 然后他 就这样OK 对 他是坐在我的桌子上 什么OK 然后对外 他好聪明 聪明点 就没有椅子就坐桌 这就是OK 像我有一次就遇到公车司机 他就突然跑到我们门市 他就说小姐 赶快帮我叫一下救务车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了 他说我公车上面有一个阿婆 他的癫症押起来 他过去刺 那这个一定要帮忙 然后我就吓到 我说那等一下 我就叫我们直接赶快叫救务车 然后我就顺手抓了一把门市的竹筷 给那个阿婆 然后让他咬住那个嘴巴 因为怕他那个舌头会咬伤 对 后来救务车来了 就把阿婆带走了 他过了一阵子 就是他的家人知道这件事 他就跑到我们门市 就是跟我们道谢这样 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阿婆是我们社区旁边的 那个就是住户 邻居 那我就想说 那你要不要留个电话下来 我们可以联络这样 因为你的阿婆好像不能常常 不能常常就是走太远 那如果像说他来运动的话 那会有什么临时的状况 然后我就是可以通知他 这样子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是 他常常来我们是变得很熟 然后就被我们店的首客 很棒 守望相助 相助熟到什么样你知道吗 坐在桌子上 同时玩碰到啦 可是他们真的有时候熟到 一进来就是 今天呢 在两杯碗 你在那边帮我留 对 很熟很熟 也是 钟碑盒 真的很熟 我曾经有遇过这种 很乌龙的事情 一进来他就说 你老婆包裹又来了 然后结果 我老婆回去很生气说 这店人怎么告诉你 我又买东西了 经常有这种状况 因为已经买到就刷脸了 你知道吗 太熟了 熟到最后 我老婆乱买什么 我都会知道 真的 我跟你讲 他有时候还当私家侦探 他还跟我讲说 翔哥 我昨天看到你老婆 来带一个男的 是你儿子啦 好笑吗 好笑吗 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